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骨肉分离,思念成疾 两代民警接力,只为践行使命,助力团圆 他说,你放心,我一定会盯着他 我就把你这个事当我自己事 突然之间他给了我一个非常让我意外的回答 他说,我不想找我的亲人父母 29年坚守,能否终结等待迎来圆满 我新来的流动,我信仰我死都比暗强 29年的坚守,上,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叶子之,选叶泰,有叶泰,农情在 欢庆时刻喝,叶泰叶子之 如果你有什么心理困惑或者情感难题 需要我们帮忙解决的呢 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29年的时间能够做多少事情呢 一个孩子能够成长为大人 一对父母会慢慢的变老 一个小小的派出所的办公室里边 能轮转两代民警 今天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持续了29年的故事 从1992年到2021年 一对夫妻在一个地方坚持摆摊 风雨无阻 从风华正茂 手道两并斑白 不管环境如何变迁 他们将自己的活动范围 限制在了方圆一公里以内 29年的守望 只为等一个人回家 洪都菜市场 位于南昌市青云浦区 是一家集干鲜蔬菜 其他食品 土特产品等贸易为一体的 综合性农贸市场 也是附近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去处 孙伯和万根凤夫妻俩经营的菜摊 位于洪都菜市场内侧 29年间 他们的菜摊一直开着 风雨无阻 少有休滩的时候 就是他家丢小孩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是吧 知道知道 而且我个人都在那里 卖牛 住三一鸡 妈妈也咋点的都 你走得到的 七七七 你看一把多钱 走得到的 七七七 1992年5月3号 孙伯和万根凤夫妇 年仅四岁多的小儿子孙健 在洪都菜市场里走丢 也正是这个原因 让这对夫妻在这个菜市场 坚守了29年 从1992年到2021年 29年里 孙伯和万根凤夫妇二人 一边卖菜 一边寻找着孙健的下落 我的女 女等于身边来 我就走一个比法适容 九岁的比法适容 就带一块鞋 拿着去的 人家拿着去吃 就给这里 打得起来 给他们拿着老女 老女坐在上 就用心都跑不来 万根凤回忆说 小儿子孙健丢失的当天 正和女儿一起 在菜场玩耍 她和丈夫 则忙着菜摊的生意 所以也不清楚 孩子走失的细节 只是后来听女儿孙丽说 弟弟是因为想吃橘子 跑出了菜场 万根凤坦言 29年前 因为家境贫寒 她和丈夫每天都在菜场忙碌 为了孩子的安危 平时他们并不会将孩子 带在身边 而是将两个孩子 一起关在出租屋内 在万根凤看来 如果那天不把两个年幼的孩子 带去菜场 悲剧就不会发生 因此孩子丢失后 她险些没有挺过来 我一把四十斤 走到九十斤 那是这个 就等你在野望面前来 都忘了要四百 为什么会手是那样 你一样就在心里了 你一步了 你一年就去家饭不进了 你一年就跟风来玩过了 时隔多年 万根凤和丈夫 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孩子的下落 见孩子一面 也成了老两口 今生唯一的心愿 就叫两个哪里 先说就哪里去了 哪里先说就哪里 先说就哪里 先说 学校这么多年 有没有放弃过 没有放弃 一讲 给亚特的老片 还在阿哥 还是你一大压生 到医院 到医院 我上了一公用 小的钱这个载道 在万根凤的记忆里 小儿子孙剑 活泼可爱 聪明伶俐 因此万根凤坚信 孙剑的记忆里 一定留存有 和家有关的记忆 只要不放弃寻找 他就一定能够 再见到孩子 一位民警 二十九年的坚持 只为助力团圆 他说你放心 我一定会盯着他 我就把你这个事 当我自己事 你放心 自自不倦地寻找 能否终结漫长的等待 我们就这样 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也付这个债人 是吧 到时我们能坚持一面 就会了 有这个意思 二十九年的坚守 上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欢庆时刻和椰泰 欢庆时刻和椰泰 风湿桶 筋骨藤 和红毛药酒 肾汇腰酸 脾胃虚寒 喝红毛药酒 疼痛 痰痴 喝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心至如今 你好 这里是江西都市频道 二十四小时新闻日线 请问 一传风暖的电话号码 在江西人心中 回响二十年 每一声响铃 都是一份信 每一次接听 都担一件重任 全时守候 用心倾听 全力以赴 为您解忧 江西都市频道新闻热线 0791-8831-6800 南昌华山医院 十四年专业服务 从自然怀孕到试管婴儿 全链条助孕 全情守护 每个母亲梦 南昌华山医院 10791-8521-1313 我爱你 要生 要生 男人 慎虚 请用好护士牌 强盛片 幸福是每个男人的责对 29年前 松国和万庚凤夫妇 在宏都菜市场摆摊卖菜时 不慎丢失了年仅四岁的小儿子孙健 正是这个原因 这对夫妻在宏都菜场里边坚守了29年 只为等待孩子回家 这29年间除了没有放弃寻找孩子的孙国和夫妇 还有一个人也一直在为这一家人的团圆而努力 曹达东 南昌市青云浦区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技术中队中队长 29年前 孙国和万庚凤夫妇前往派出所报案时 正是他负责接个警 当时他到我们大面报案 就是1992年5月3号 这个我好形成 印象比较深 因为我91年参加工作 我工作不到一年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样 家长当时到我们大面报案 那种私心念肺痛 给我印象好事 时隔29年 曹达东依旧记得孙国和夫妇前来报案那天的情形 他说接到报案后 他和同事立即行动了起来 当时接到报案我们就先在我们这个辖区周边调查走法 因为当时也没设想能 只有这个能工办法 因为当时红豆条件也好 为什么 红豆装置一个小范围它只有7个出口 所以每一个出口我们都要问 当时问的都没线索 只是受制于当年的侦查手段与科技水平 孙建一直下落不明 不过曹达东没有放弃 他给孙国和夫妇想了一个办法 我问他有没有照片 他说没有什么都没有 因为也没照过相 条件比个坚固 该怎么办 我当时说怎么办 这样我想我们想的一个办法就是叫我们一个工程师 帮他画了个像 按照他解决的画像 发了个像 29年过去 当初的那张画像 如今依旧被孙国和夫妇珍藏在身边 就是到底贴的 贴的 生啊 生青啊 没办法 只有这个 我们当时没这边 已经能发的 就是你们描述孩子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大伯特的地方 画像上 孩子的大名孙建旁 还写着孩子的小名 东东 这是一个承载着孙国和夫妇 对孩子美好祝福的名字 他今天走路不走 他去跑 就是东东东东的 东东想 东东想 东东答答了 我们小孩叫 东东答答跟你们一起讲 这个叫东东 一起都写了 我们都还叫东东 在办案过程中 民警曹达东也牢牢记住了画像中 孩子的模样和特征 就盼着有朝一日能够找回这个丢失的孩子 脑子上有一个标记 什么标记 就是一个伤痕 脑子上 我记得永远回家 我们用三人在那个城府 用三人在拖来拖去四五十里路 拖着回家 那个时间是沙子路 没有那个日清白油路 他打在沙子里面 塞在这个地方 左撇沙 他当时是 他一直是 因为这个事 他打了好多次 赶不过来 这些年来 虽然工作岗位几经变迁 但曹达东一直坚持和当地基层民警一起 帮助着孙国和夫妇寻子 印象金好像是到了贵州 听说贵州有个线索 也是公安机关内部 公安机关的网上 我查的这个线索 当时也有那个好多小孩 他已经找着人 然后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这样不是 也不是 最近一直是到了 是一几年 到河南 到河南 也查了 也不是 因为万更凤要在家里照顾孩子 还要看顾菜摊的生意 所以每当找到疑似线索时 都是孙国和跟着警方 去现场查看情况 江西上了千山县 那个查了一项 我们跟那个 我们往地上去的 那天晚上吃了苦 人事找的 做负责 没负责做 就是站这个通道上 天光到那个地方 站立业 对对对 很辛苦 那个是很下落 感觉后来去到贫乡市公安区 贫乡市公安区 那个地方改久了 好像有八个小鬼吧 八个小孩 他说没有外面的 全是我们本地的 凡是有一次线索的地方 都出现过孙国和的身影 一次次的寻找 一次次的失望而回 直到有一天 一个新的线索出现 那个当时2003年 一个小伙子 郭文坚前后 好像是郭文坚前后 到我们大队来反应 他要找自己父母亲 我当时我问他什么情况 他说我记得有一个蔡市行 蔡市行边上有个电影院 我马上就反应过来 这个生活和夫妇小孩 我就问他年龄 年龄也差不多 我就反应他 可能就是他 他说的什么东西 给我们的小伙子 当时有些赏金的很像是 当时跟我们住压子 住房子 那个有什么录音机 什么东西都很像 对得爽 对得爽 高兴归高兴 但是我们相信各学 我就带他 做一个亲子节领养的 DNA 后面结果证 当时有一个礼拜 那个小孩 在他家里住了一个礼拜 他也看也认识 后面结果不是 那就没办法 我们有好失望 他也好失望 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找回父母 我们有负责这个资料 是吧 能到时我们能坚重一面 就可以了 有这个意思 失望过后 孙国和夫妇并没有选择放弃 他们依旧坚持着 找回小儿子的信念 甚至为此 在宏都菜市场 坚守了29年 我们坚持在这里 就是为了孩子 小鬼 一直在这里 其他地方 我们什么都不想 我想想房子 竹子跑在里面 一直没关 抱一点希望吧 他也坚持你 小孩一定会找的 所以坚持了20多年 孙国和夫妇的坚守 让曹达东备受感动 如果我进门 他就会看到我 因为他那个 那么他那个贪命就在进门前一点点 他就看到我 他就马上捞眼就跟我打招呼 打招呼 他说今天买菜啊 我说我批我老婆过来看一下 他说怎么样啊 那个事 现在还没消息 马上你放心 我一定会盯到他 我就把你这个事当我自己事 你放心 在曹达东的心里 寻找丢失的孙健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案件 一份未完成的工作 而变成了他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在脑海中 一直想到他那个 办案的时候 那种情况 失心也非得通 所以我们换一四个 我也总是要换一四个 假如我自己梦的 孤注无言情况下 怎么办 所以作为我们一个人民警察 应该是 你想的这个事 哪个性的利益 我们也应该考虑 线索传来 二十九年的金手 即将迎来圆满 从我们工作的经验来说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 可以 临近终点的团圆之路 为何突起波澜 突然之间他迭来我 一个非常让我意外的回答 他说 我不想找我新的朋友 我新来的流量 我心里我死都比难讲 二十九年的坚守 上 都市情缘 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心脑健康公益时刻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您 在中国 心脑血管病人数 高达2.9亿 血液粘稠 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 缺血缺氧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气短乏力 甚至心梗脑梗 中风偏瘫 预防血栓 你我携手 立即清血 净化血液多运动 心好脑好精神好 今天您清血了吗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奇清血八味片 男人肾虚 请用好护士牌 强肾片 幸福是每个男人的责对 帮扶不到位 哎 累了 精确识别 精确帮扶 路子通了 爽 精准脱贫 一路向腹 全省各大连锁药房 携手养无级补费丸 针对广大备病患者 开展爱费 互费工业活动 进店有惊喜优惠 每日前100名拨打电话 0791-8838-2890 咨询的观众 更有机会获得 价值319元 补费大礼包一份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喘咳 气短 干咳 谈年 你需要注意补费 中药 不费丸 专制 可 谈 船 妈 好香 有秘诀吧 长康芝麻油 多放一点啊 营养 口味 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康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康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这些年来老民警 曹达东呢 一直为寻找孙健努力 而接力的年轻一辈 民警也没有放弃此案 他们用更先进科学的 刑事侦查技术手段 对案件开启了新一轮的 查找工作 2019年10月 南昌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 在整理线索时 发现了相关的线索 并且指导 青云浦分局行政大队 一同开启 攻坚查找工作 在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后 2021年2月 最终在福建省泉州市 锁定并通过 打拐库DNA比对 确认了当地一名 陈姓男子 继为失踪29年的孙健 在确定了孙健的线索后 南昌市公安局 刑事侦查支队的民警们 和曹达东一起来到宏都菜市场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孙国和夫妇 从我们工作的经验来说 基本上是可以学病 找到了 得知孙健找到的消息 孙国和万根凤夫妇都十分高兴 他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失散了29年的孩子 想快点见到他 对对对快点 孙国和说 这些年来因为没能找回这个孩子 他和妻子连过年回老家 都不敢久留 每次只待个两三天 就立刻回到南昌 一方面是为了在宏都菜市场 等待孩子回来 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丢了之后 回老家总是能听见 各种鲜艳碎语 得知了弟弟找到的消息 孙健的哥哥孙涛也十分高兴 他说自己和妹妹一直劝说 年事已高的父母不要摆摊 享受退休生活 却一直遭到他们的拒绝 我叫他跟我一起住 他说不去 他说我坚守在这里 就要找那个弟弟回来 就是生死都在住在这 风都这边圈子里面 打圈子里面 今天在这里明天在这里 连续多年 起早摸黑的摆摊生活 繁重辛苦的体力劳动 让孙国和夫妇俩的身体 逐渐出现各种问题 先煎的这个是 这些成了一代一代的 如今弟弟找到了 和父母一样 孙涛希望一家人尽快团聚 了却父母心中的愿望 让他们能够早日退休 安享晚年生活 回来也想跟弟弟在一起做做 他能家务 他能爸跟妈的事 爸妈妈的事了 以后是你生活好 也是差 我们也知道 也想知道一下了 在两代公安民警的努力下 孙国和万根凤夫妇 终于等来了小儿子 找到的好消息 一家人都在期盼着 孙健能够早日回到家乡 和亲人团聚 眼看着这条历史29年的 团圆之路即将到达终点 却又突然起了波澜 在孙健身份确定后 南昌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 三大队民警杨敏 电话联系了孙健 告知了他的身世 希望他能够同意 和等了29年的孙国和夫妇 见上一面 我说既然您知道 您不是现在的父母亲生的 我想您也肯定想找 你的亲生父母 当我把这句话 抛出去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给了我一个 非常让我意外的回答 他说 我不想找我的亲生父母 孙健的反应 让杨敏有些意外 他当即添加了孙健的微信 希望和他做进一步的沟通 但是我又让我 万万没想到的时候 这个聊天工具 确实是他的使用 但是从我添加完他之后 从此我发的任何一条 聊天内容 都没有得到反馈 一条反馈都没有 这也是非常不正常的 杨敏说 考虑到对方 可能是因为 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世 而展现出排斥情绪 为了帮助孙国和夫妇 早日与孙健团聚 他和孙健居住地的 辖区民警进行了沟通 后面得过来 反馈过来的信息 就是孩子这个 生存状况还比较好 人也是安全的 然后这个养父母 其实是 对这个孩子 确实是没有隐瞒 他的真实身份的 就是说您是 您不是我亲生的 然后 然后你又在我们家长大了 但是我还是把你当孩子 这个信息在当地 包括他的周围邻居 什么的 这个都是公开的 杨敏告诉记者 孙健的养父母 从来没有隐瞒过他的身世 不仅如此 他还自己前往派出所 采集了血样 所以才能在打拐库 进行DNA比对时 和孙国和夫妇比重 那么 为何在得知亲生父母找到 并且想要和他团聚的消息之后 孙健的态度会是这样呢 我就开始深入地去了解 这个孙健现在的人心里的想法 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的养母就已经 支持他回来 见亲生父母一面了 但是这个孙健反而不愿意 为了说服孙健 找到对方不愿意回江西 和亲生父母见面的原因 杨敏甚至联系上了 孙健的养父母 而孙健的养母告诉杨敏 自己是支持养子回江西 和亲生父母见面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 孙健的拒绝 就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避免让等待了 29年的孙国河万根凤伤心 记者不敢把孙健当时的 真实态度告诉他们 只能和他们假设 如果孙健不愿意回江西团聚 他们能否前往福建泉州 和小儿子见上一面 只是这样的一种假设提问 就让万根凤瞬间红了眼眶 他表示 无论如何都要和孙健见上一面 解开29年的相思之苦 那么孙健到底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态度呢 等待和期盼了29年的 孙国河万根凤夫妇 最终又能否如愿和孩子团聚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这段坚守29年的寻子故事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我们都市频道正在打造 以单位为基础 以结婚为目的的婚恋服务平台 都市放心爱 我们将会汇集全省各级政府机关 和各大企事业单位里边 最优秀的单身青年 打造最专业的婚恋团队 为单身的你找到心仪的他 想拖单 别等待 找二套放心爱 赶紧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报名参加我们的交友活动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